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苑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那么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给大家回忆一盘 我们记忆游升的一举气 当年的中日围棋擂台赛 可以说是分泌全国 那么聂渭平老师在擂台上 有的精彩的表现 在前三届擂台赛中 取得了九连胜的佳击 帮助中国队连胜三届 那么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 聂渭平老师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 最后主将决赛中的一举气 就是聂渭平对大猪英雄九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棋盘 赤盘棋是由聂渭平老师直黑先行 那么现在局面还是比较平淡 黑棋还是有一定的实地 那么白棋在中央有一定的势力范围 那么现在黑棋应该如何行棋 可以说是全局的关键 那么如果普通的左响来说 黑棋这两个子相对有些薄 白棋有些势力范围 那么普通的左响就是说 那么把弱的地方加强 比如说在这一带走一个或者跳一个 这个是普普通的想法 就是说也不能完全说这个是坏棋 没有一百分可能也有个八十分 不过这样行棋只是普通高手的想法 就是说那么你这样走的话 白棋肯定会抢占中间的势力要点 那么黑棋整块棋 总之来说还是处于被白棋的攻击当中 黑棋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那么这个黑棋不能满意 那么怎么样才能打开局面呢 聂岳平老师给我们展示了 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精湛的功力 现在黑棋先断 这是个打开局面的好手 这时候呢白棋只有吃 没有办法 你不能推让 这个推让局部木数损失太大 所以白棋肯定要吃 那么有了这个断以后 黑棋再挖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藏出来 从这个霞粪中啊 这个杀出 杀出的同时呢 还威胁着这个白棋 那么呢 也呢也有这个间接啊 去这个破坏 白棋中央势力的这个意思 可以说这个 从这里啊 这个打开局面 确实是呢 不错的这个构想 那白棋肯定要把黑棋断掉 那么黑棋顺手再叫吃 完了 再张上啊 这个是新棋的步调 白棋当然不可能现在去吃这个啊 就贪吃这个就太小 虽然吃了二路一颗子 但是中央被黑棋拔斗花的话 这个白棋中央的势力呢 当然无存 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白棋要跑 黑棋呢 粘上 白棋再乖打 那么黑棋压 这个比较舒服 白棋退 由于这个打吃随时是先手 大家注意 这个白棋下面呢 并没有完全的这个活进 那么这时候黑棋压啊 这个是形状的要点 看上去很俗 但是呢 让白棋呢 也很难受 不管粘上 肯定是不肯 但不管你虎下面 还是虎上面呢 都要被黑棋呢 顺手呢 尝一下 这个是黑棋比较舒服的地方 结果呢 大猪英雄呢 还是选择了这个虎在上面 虎在这里 虎下面虽然能活 但是被黑棋上面先手 尝一下呢 这个黑棋在中央啊 都快形成了 一道这个外势了 都快形成一道外势了 这个白棋这个潜力 就根本就弹不上了 所以白棋宁愿损一些实地 宁愿损一些实地呢 也要保持对中央黑棋的这个攻击 那么黑棋顺手尝一下 这个非常舒服啊 又捞实地呢 又起到了啊 这个破坏白棋眼位的这个作用 然后再跳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也是为了保持这个 自己的这个眼位啊 比较好 没有选择呢 直接当飞 因为直接当飞呢 以后被黑棋这个局部啊 以后就是说 被虎了一次呢 这个整体是没有这个眼位的啊 整体是这个没有眼位的 所以这个白棋呢 也没有选择这样的下方 他先呢 虎了一下啊 这个等黑棋长的时候再飞 这样呢 白棋这个眼位呢 明显呢 就要好一些 不过呢 这个虎和肠的交换呢 本身可以说呢 是亏损的 是亏损的 那么 白棋呢 多了眼位 棋呢 也就自然要厚一些 那么白棋依然呢 还是想保持 对黑棋中央的这个压力 只要白棋能够保持 对黑棋的这个攻击 那么呢 这个 白棋呢 他觉得呢 还是能够掌握 这个全局的主动 那么 棋进行到此啊 可以说呢 丽月平老师啊 通过巧妙的二路一段 就是呢 找到了这个 行棋的这个头绪 行棋头绪 从中央呢 杀出了这个 五个子啊 出来 那么呢 有了这个行棋头绪 正常的想法呢 肯定就是说 那么 咱们继续 这个跑出来 从此呢 同时呢 牵制住白棋 也是不错的这个思路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丽月老师啊 就可以说 展现出了 他在这个顶峰时期的 这个良好的这个大局观 接下来的这些 一连串的招法 可以说是 常人呢 根本是想不到的啊 根本就是想不到的 而呢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气质的作战 我们来呢 就是好好的欣赏呢 和体会一下 普通来说 这个既然啊 从这里跑出来了 那么我就跳啊 这个也是 普普通通 正常的啊 或者说是尖 这个逃跑 都问题不大 但是呢 丽老师在这里 别墅一致的 这个走出了 非常漂亮的 这个造反 现在呢 黑旗 藏 这个一指不舍 或者说是呢 在相对于 这五个指 和这一个指之间呢 丽老师选择了 藏出来 选择了这一个指 跑出来这一颗指呢 准备把这五个指给弃掉 这个实在是 一般人呢 这个想不到的这个思路 那么这个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白旗压 黑旗就退 白旗压 黑旗退 这个都是正常的 走到这呢 也很难让人理解 或许就是说 对手大族先生 也呢 这个难以理解 这个黑旗到底是在干什么 放着这个 大串不要 非要跑出这颗指了 对此呢 白旗呢 下得呢 也就相对呢 有所松懈 这个时候 其实白旗啊 下得最弱 最强的招法呢 就是单挑 单挑 不让黑旗呢 轻易的这个 去弃止 去弃止 如果黑旗 就简单的跑出来 那么这样呢 不管怎么样 黑旗变成了 这个两块旗 两块 而且都比较重的固旗呢 这个总是白旗满意的 那么黑旗 如果接着气 那么呢 接下来怎么个气 这个呢 还是值得这个 研究 至少来说呢 黑旗不会像石杖呢 那样舒服 石杖呢 白旗是贴 看上去呢 非常的紧凑 或许说呢 大族先生觉得 把这几个吃了 没有不坏的道理 但是这个呢 恰恰中了呢 这个 丽老师的气质的这个技 然后黑旗搬 白旗跳 长 这个是必然的一手 这个不能被白旗糊过来 那么白旗小剑 这样很轻松的 就把这些纸呢 吃的是干干净净 这一串黑旗就死得干干净净 这个 看上去好像这个黑旗啊 没有什么所得 但实际上呢 黑旗呢 还有一些这个好的 后续的招法 这个 确实 如果就从刚才的形状来说 很难啊 普通人呢 很难会有这种这个思路 那么这个藏出来了以后啊 把这一串气掉 这个是确实不容易想到 那么接下来黑旗 有些什么好的后续手段呢 首先 黑旗 靠 瞄着这个白旗这个形状的弱点 这时候呢 白旗有点不敢轻举万动 由于这个地方还有些气啊 要跟你这块旗呢 对杀 白旗呢 气是长 但是呢 不能乱动 如果普通的去搬这个的话呢 那么黑旗这一段 这个地方就麻烦了 很明显呢 这个不好收拾 那么这个时候 白旗呢 可能最强的下法 是顶了 搬这个 度过 白旗总是想度过 想连通 因为连通了以后呢 就不用收这个气了 不过呢 现在可能暂时呢 能撑得住 不过以后呢 随时黑旗留下了 这个斑断打下去的味道 虽然你现在可以走这个 但是这个 白旗啊 这个以后的这个 气味道啊 这个是非常的坏 这个甚至于来说呢 黑旗如果需要实地的话呢 就直接爬这个也行 总之呢 白旗留下了很多 坏的这个余味 那么对于讲究这个 美学的啊 大族先生来说呢 这个留下这么饿的味道呢 也是不愿意的 所以最终呢 思考来去呢 还是选择了 最简明的啊 厚实的沾上 确保自己的气呢 非常的长 就是说呢 黑旗没有什么呢 好的后续手段 不过吉尚如此呢 有了这两手以后 黑旗呢 已经呢 有了不小的便宜 因为以后 黑旗一旦把这颗纸连回来 啊 不管怎么连 连回来以后呢 由于白旗没活 刺壁呢 就要在这里收气 那么这一二三四 加上提完以后 还要粘上 就在里面呢 要自填五手 自填五手 那么吃掉这五个纸的 这个效率呢 顿时就大大的降低了 降低了 那么黑旗这个气质的构思呢 也可以说呢 就得以这个成立 那么靠完以后 在上方获得的便宜以后 啊 那么 这个 然后黑旗再搬 再寻求这五个纸的 这个 利用 白旗只有虎 当然不能虎外面 虎外面也打瓷一冲 就出奇了 哎 好 那么这个 嗯 这里以后有收气的利用 那么外面呢 黑旗再打瓷 沾上 再挡住 啊 这样呢 嗯 黑旗啊 就可以说呢 下来是通过这个气质 完全呢 这个掌控了局面 看上去黑旗好像没什么所得啊 还 落了一个后手 还落了一个后手 但是呢 首先白旗 由于以后黑旗如果一补的话 白旗需要收气 白旗吃的目数 并不大 啊 就是说 一收气的话 这个吃的目数并不大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啊 回想当初 这个 白旗啊 就是说 在这个 中央啊 是有一定的势力范围的 那么现在这些势力范围就剩下了这几木旗啊 而这几木旗呢 这里 还可能要亏损一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所得呢 很小 同时黑旗通过这个 气质以后啊 通过这个 气质以后呢 这个 这个 在 中央 由于以后这一代还有些先手借用 就是说呢 在中央的话呢 还能 反而呢 形成了一道这个后势 对白旗这三个子呢 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可以说呢 黑旗通过这一战斗呢 就是说呢 一下子 就是说呢 取得了这个 局面的领先 而这个领先 这 首要工程呢 就是说 从这五藏出来 啊 就是说呢 救出一颗子 气掉这五颗啊 这个构思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啊 这个黑旗气质以后的这个威力啊 慢慢来 由于黑旗呢 逐渐的这个变厚了啊 变厚了 那么白旗这三个子 自然呢 就要开始补齐了 那么白旗跳 黑旗贴 白旗跳 黑旗就跟着床 黑旗都在跟着白旗 但黑旗呢 走得非常厚实 而白旗这些子 本身呢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率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率 那么白旗一看 由于这里还有很多种种借用啊 就是黑旗不管是这一代 都是先手 因为走完这个以后呢 这个地方可以 单冲啊 单冲是这个妙手 这个白旗啊 这几颗子就死了啊 你打吃反正它就冲 这样就死了 这个 由于这一代 还有种种的拳手 所以白旗呢 干脆把这个打拔 先吃了再说 不过黑旗呢 也是好脾气 就都跟着硬啊 它不像 就有些时候 我弃完子 就会对你发动猛攻 这黑旗啊 它并没有什么 特别这个凶的招法 反正只是非常厚实的 但是白旗呢 始终啊 逃脱不了这个黑旗的这个掌控啊 这个黑旗的这个对全局的掌控 那么白旗这块旗还是要跑 哎 想从这边联络 那么呢 黑旗就牢牢压住分段 这条路还是行不通啊 那么只能从这边跳 黑旗势必要分段白旗靠 退 然后呢 再一打入 那么这个打入呢 可以说呢 并不是说为了非要去破白旗孔 这只不过是 任联老师在这盘旗中 弃旗的第二步 这个旗啊 它实际上是送给这个 白旗来吃的 白旗现在呢 不能压 压的话 被黑旗搬这个不能断 那么白旗就只有刺 小监柱 这样来吃黑旗 不过本身呢 这一刺的话呢 对这个上方是有这个损害的 那么黑旗就牢牢实实贴 白旗退啊 提一下 这是先手 白旗也只有退 然后黑旗再冲断 再冲 继续呢 这个 进行弃子作战 这样冲断以后呢 白旗在这里需要团柱 收弃池 黑旗立一下 白旗不住 这三个子虽然呢 被吃掉了 但是黑旗以后呢 还是有一些借用的 有一些借用 那么黑旗继续从这里冲 这些弃子 弃子啊 都是呢 说白为了下后自己 对白旗这块旗啊 发动这个攻击 然后白旗就拐出来 黑的飞 这个是先手啊 这个是弃掉这三个子以后的这个 余力 白旗就打 黑旗打直 白旗沾 然后黑旗长 这个是先手啊 这个是先手 白旗呢 只能粘啊 这个不粘的话 被一冲断 这个 这个纸就掉了啊 这里还得收弃池 所以这个粘也是必须的 然后黑旗再粘上 黑旗走的是 看看 非常的这个厚实 白旗呢 已经被断开了 那么白旗再冲 那么可以说 这个旗呢 下到这里啊 这个黑旗 整体来说 就是下的还是非常的行云流水 这个 这个旗掉啊 这个旗掉 获取了全局的这个主动 那么 走到这个时候啊 很多这个旗友一看 这个 想当然了啊 甚至于当时在边上 观战呢 很多高手都都以为呢 哎 利老师会断一点 确实这个断了以后呢 白旗整块旗啊 怎么活 呃 也是个问题 因为黑旗这里打吃 这个还是先手 这个白旗刺呢 是后手 呃 这样呢 可以说是应该来说 如果是一个标准的啊 弃旨作战 然后呢 攻杀对方大龙的这个一个点范 啊 一个点范 嗯 不过呢 实战呢 这个非常的这个出入意料啊 更加显示出啊 这个宁为平老师 当时啊 高人一等的这个 对旗的理解和境界 以及对全局的这个掌控能力啊 掌控能力 那么呃 白黑旗啊 走哪了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战 这个段虽然很普通 但是本身我们得强调一点 这部旗啊 它是一个什么呢 单管啊 单管 虽然我们看不到这里怎么活 但是白旗一旦活了的话呢 黑旗这部旗很明显的就有可能什么呢 落空啊 落空 所以黑旗在这时候并没有急于去断 而是非常冷静的 跳了一声啊 跳了一声 把这个单管啊 非常客气的就礼让给了对方 那么白旗当然只有张上 那么张上以后也许您要问 这里气了 这里气了 是不是 好像黑旗并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实际上呢 在无形之中 黑旗由于把白旗中央所有的势力范围都 化解了啊 同时呢 自己留下一些这个后续的收刮手段 那么实际上黑旗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呢 领先了这个棋举 已经行事呢 已经领先了 也呢就没有必要去冒险了 去走这个单管 去跟白旗呢 赌死活 那么走完以后啊 黑旗就厚实了一间 这里虽然连通了 但是这边依然呢 还是有一些余味 白旗顽强的挡住 很明显 以后呢 有这个断的味道 即使到此时啊 聂老师呢 也没有轻易的去 盲目的这个下手啊 而是寻求呢 最稳健的 这个获胜的这个道路 那么接下来 加 我们来看看 冲 打车 这个是 黑旗的权力 然后这时候一扳 黑旗啊 可以说全盘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厚 再一张上 瞄着这个断点 那么白旗这时候 不能普通的在底下硬 在普通在底下硬呢 这个就要被断了 那么白旗这时候啊 也是只能是非常顽强的先打吃 因为这个补了以后 你再去打吃 那么黑旗肯定是反打了 但没有补的话呢 现在打的话 你反打的话呢 白旗就可以 脱先了 脱先 那么黑旗这时候呢 再 跑 还是要逼迫呢 白旗给补回去 那么有了这个打吃的这个 以后呢 虽然对中间有了帮助 但是对的下面呢 又会出现了新的问题 现在白旗呢 不能吃在这了 因为吃在这 由于有了这个断打力的手段以后 那么黑旗呢 就可以直接搬在这里 这个白旗呢 没有好的应手 如果你再在里面补 那么这个路基本上呢 就会被彻底呢 这个断掉 所以 白旗不能让这个变成先手 那么白旗现在呢 只能是跳着补 跳着补 跳着补的话呢 那么黑旗呢 就算了 因为你跳着补的话 很明显 黑旗获得了这个挡的先手 那么有了这个挡的先手以后呢 也就宣告以后 你这个地方肯定呢 是要收器了 一收就收武器 自己空里填武木 我在外面收器占便宜 这个一来一去就是拾木旗 有可能就出去了 那么有了这拾木旗 垫垫底 黑旗当然呢 也没有必要呢 继续去追杀这个白旗了 那么黑旗先拐打一下 先扳 然后呢再拐打 等它退的时候呢 我就尖 这样 这个白旗中间呢 撕壁 现在多了这些纸 有这些先手呢 暂时可以步补了 可以把这个顽强的撑住 不过呢 即算如此 黑旗呢 不攻杀白旗 白黑旗以后呢 也是获利呢 非常的大 简单的定型 也就可以呢 获得这个胜利 黑旗利 这个继续 也是弃子收触的好手 那么这时候 黑旗可以打了 再滚打 这都是弃子收光的 这个常用招法 再一加 这个白旗呢 依然只有走 然后黑旗再一拐 这个也是先手 这个也是当初啊 气质留下来的 这个 后续手段 因为这个如果被 黑旗再一打拔的话 白旗 这些地方 又得把气圈收上 这个肯定是 不肯的 这个肯定不肯 那么白旗还得张 那么黑旗呢 等于呢 就是说呢 先手可以拐到这一下 拐到了以后呢 这个 由于黑旗的通盘呢 是非常的这个厚实 厚实 然后呢 就可以简简单单的呢 收收光 就可以呢 这个获胜 获胜 包括这个中间以后啊 这个一点的话呢 这个白旗啊 也是呢 不敢要了 都不敢要了 这都是白旗 欠的账 这个一段 那么只能推让的话呢 这个黑旗以后 这都是光子余力啊 以后这个地方啊 还可以挡下去 让这个白旗在这边呢 收气 这些等等 就是说呢 通过 这些厚实的收处呢 就可以呢 兵部雪刃的 获得了这个 全局的胜利 整盘旗来说啊 我们来看看 回顾一下 黑旗通过 弃掉这些旗啊 以及包括后面 弃掉这三个旗啊 这个来说呢 黑旗通过弃子作战 完全呢 掌控了这个 全局的主动 似乎啊 并没有说 我弃掉取得后事 就杀掉白旗 也没有看到啊 黑旗在哪个地方 似乎获得了 很大的便宜 但是呢 那旗局就是这样 在不知不觉中啊 平平淡淡中啊 黑旗呢 已经呢 就是完全转控了局势 可以说是典型的 这个是 兵部雪刃啊 兵部雪刃 好的 通过欣赏这盘旗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 聂老师 当年的这个 在巅峰状态时刻的 这个良好的这个大局观 以及精湛的这个技艺啊 这盘旗 在这么重要 这么重大的比赛中 能够 能够有如此出色的发挥啊 无愧于呢 这个内台赛的这个胜利啊 那么非常精彩的一盘旗 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品味 好的 今天的这个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